被亲生母亲杀死是什么感觉 梅艳芳 她是上世纪最闪耀的一颗星 郭富城 陈一逊等一线明星都受过她的提携 但梅艳芳是家庭的摇钱树 不仅是现实版的樊胜美 身边还有个林友友这样的闺蜜 她的兄弟和母亲像是蛀虫一样 黏在她的身上 妄图吸干她的血 这个善良却一生为嫁 无依无靠的女孩 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 梅艳芳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单亲家庭 父亲早逝 母亲是个舞女 她是上表演12个小时回到家 把赚的钱如数奉给母亲 然后洗衣做饭 梅艳芳说 那时候真的很知足 虽然被家人呼来唤去 但她觉得自己减轻了母亲的负担 她对这个家有用 从此这个单纯的小姑娘 开写了被母亲压榨的36年 19岁的梅艳芳参加了选秀 唱了一首疯的季节 一举河的冠军 她就像歌里唱的那样 狂风吹得起劲 朗日也要被遮蔽 她吸卷了整个香港 甚至整个亚洲 22岁就连开了15场演唱会 那个没有假唱 没有先进的儿反 没有提词器 没有炸裂的背景特效的年代 警告她一人 便撑起了整个舞台 她是最闪耀的一颗星 她光芒万丈 没错 她细心的母亲 似乎发现了商机 开始变等家里的剥削她 母亲开始以歌歌要创业为由 向梅艳芳索要了200万 当时的这些钱 购买四套大平衡 梅艳芳真的是拿不出来 于是梅母就在媒体面前哭诉起来 她当今多么辛苦 都把梅艳芳养大 虽然梅艳芳四岁就开始赚钱 但是她自己更辛苦 现在她红了 一点赡养费都不给我这个老母亲 然而是谁呢 梅艳芳将挣来的所有钱都给了母亲 她跪着求母亲不要在媒体面前说了 她会努力的 为了满足母亲和哥哥的私欲 她跟娱乐公司签了长达数年的霸王条约 她开始在风中摇曳 成为一个风尘名 然而她刚给母亲200万 母亲就给了儿子赌博 不到半年就输了金光 梅母似乎良心发现 这个不孝女 逼自己的母亲借钱 最终她崩溃了 她常跪在母亲和哥哥面前 希望给她些时日 她会努力挣钱的 不要再找她的朋友了 这个慈悲的母亲表面答应了 而心里想的却是 给她八皮抽筋 敲骨洗碎 我是齐去 一会儿